下面为您介绍印刷过程 首先介绍水墨合一的方法 把水盒挂到机器墨滚下面 开电源 调节水滚开关 将水滚调到下方 把水放入水盘中 使水能挨到水滚 水滚整体平行 轻挨水面 使水滚上下摆动时 都能挨上墨滚和水 墨滚受水不均匀时 调节水滚下面螺丝 把墨离合翻到核位置上 观察PS板是否脏板 如整面挤脏板 再把调整水钮加大些 如发现PS板有部分脏剂 需要调节上水滚下螺丝 如板面还脏 再调整 靠板滚定位块螺丝 使不脏板为仪 一定要注意保持上水滚的平衡 墨压的平衡 这一点对印刷品很关键 把明片纸放入左右挡规中 印刷离合推到核位置上 只让推过一张纸 看一下板位 板位靠下 想把文字调上来 先把天地调节套固定轴螺丝松开 顺时针拧动天地钮 调好后 拧紧固定轴螺丝 左右位置 调节左右挡规 调板鞋 松开绷板螺丝 用扳子 伸到调板鞋孔内 以绷板架为支点 拨动扳子 调好后 拧紧绷板螺丝 板面调整好后 扳上印刷离合 开始印刷 如印刷当中字迹不清楚 先观察胶皮部字迹 胶皮部不清楚 调节板压螺丝 使胶皮部清晰为止 如胶皮部上字迹清除 印刷名片纸上字迹不清晰 那肯定是印压小 顺时针调整印压钮 使压力加大